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深夜 爆炸声打破了寂静 美军特种部队刚刚完成了一次 足以载入史册的行动 抓捕马杜罗 当各路观察者都聚焦于 美国行动之迅速 情报之准确 当所有人都在关注 马杜罗的未来命运的时候 火力军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 本次负责接送登陆作战部队的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福特号航母 而是美国的老一代两栖登陆舰 黄蜂及硫磺岛号 要知道 福特号也是参与了对委内瑞拉空袭行动的 为什么美军放着强大的福特号不用 而是一定要用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到底是为怎样的战斗环境而设计 与航母又有哪些优劣 今天 火力军就趁着这个机会 和大伙唠唠美军现役最新的两栖攻击舰 美军现役最新的两栖攻击舰是谁呢 没错 就是美国海军在21世纪搞出的最大的战略诈骗 美利歼级两栖攻击舰 这艘船从数据和外观上看 它满载排水量45000吨 比法国唯一的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还要大 外观也比二战时期叱咤风云的 埃塞克斯级重型航母大了一整圈 但你敢信 美国海军偏偏管这玩意儿叫两栖攻击舰 甚至叫它闪电航母 这究竟是美国人在夸大其词 还真就是货真价实的战争机器 大家一直讨论的美利歼级到底是航母替身 还是独立舰种 或许在本期节目你会找到答案 要了解美利歼级两栖攻击舰 我们必须深入它的内部设计 因为这艘战舰的诞生逻辑 与美国海军以往任何一艘两栖舰船都截然不同 以往两栖攻击舰的设计核心是均衡 它既要有一个巨大的疾苦来容纳直升机 也要在船体后方保留一个能够注水的巨大物舱 用来释放气垫登陆艇和两栖战车 但是当美利歼级设计启动时 美国海军即将服役一个全新的超级武器 那就是F-35B闪电2联合攻击战斗机 这架飞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F-35B虽然具备垂直起降能力 但它对后勤维护的要求极高 且机体尺寸远大于之前的AV8B海耀攻击机 为了在这艘45000吨的船体上 有效使用这种第五代战机 设计团队做出了一个极其激进的取舍 在首批次的Flight 0构型中 直接取消了饭水物舱 这是一个牵移发而动全身的改变 取消物舱所释放出的巨大内部空间 被完全转化为了航空支援能力 首先是机库面积的显著扩大 这使得第7人员可以在甲板下 对F35B进行更深度的维护和检修 而无需像过去那样必须依赖暗机设施 但是F35B垂直起降的飞行模式 还给飞行甲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理挑战 当F35B进行垂直降落时 其尾部喷管会向下偏转 F135发动机产生的高温高速喷流 会直接冲击甲板 这种热冲击的强度远超以往的任何舰载机 所以导致普通钢制甲板发生热变形 甚至玻璃防滑涂层 因此美利尖级的飞行甲板下方 并未沿用传统的支撑结构 而是额外增加了密集的加强筋和衡量 以应对着剑时的巨大冲击力和热硬力 在甲板表面 尤其是降落点区域 喷涂了特质的防滑涂层 这种造价昂贵的材料 能够有效隔绝热量的向下传递 从而保护甲板下方的舱室和管路安全 在动力系统的选择上 美利尖级同样体现了其独特的战术定位 与福特级航母采用核动力不同 也不同于黄蜂级采用的蒸汽轮机 美利尖级采用了一套混合动力推进系统 这套系统由两台LM2500架轮起燃机 和两台辅助推进电机组成 这种组合带来了两个显著的战术优势 首先燃气轮机的启动和加速性能极佳 相比于需要数小时预热 才能达到满功率的蒸汽轮机 燃气轮机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从冷机状态进入全速航行状态 这意味着在面对突发的潜艇威胁 或需要快速抢占起飞阵位时 美利尖级拥有更敏捷的战术响应速度 其次辅助推进电机赋予了 它在低速航行时的隐蔽性 当航速低于12节时 舰船可以关闭主燃气轮机 仅靠电力驱动推进器 舰船的声纳信号特征被大幅降低 有利于在靠近地方海岸线的敏感海域 进行隐蔽部署 不仅如此 这套动力系统还有一个巧妙的后勤考量 舰船的燃气轮机与甲板上的F35B 使用的是同一种燃料 GP5航空煤油 这一设计极大的简化了后勤供应链 无需像传统舰船那样 分别为战舰和飞机准备不同的燃料 从上所述 梅利尖级并非是简单的大号两栖舰 从取消物舱到强化甲板 再到混合动力系统的应用 它的一切工程细节都在为一个目标服务 最大限度地发挥F35B的空中作战效能 然而 这种为了航空能力而牺牲两栖投送能力的设计 虽然让它在制空方面接近了航母 却也埋下了一个巨大的战术隐患 而这个隐患 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对比分析的核心 首先 我们要证实一个事实 梅利尖级在远洋泰式感知能力上 确实与超级航母存在客观的差距 超级航母作战效能的倍增器 在于E2D先进鹰眼固定仪预警机 这种能够长时间制空的指挥机 为舰队提供了数百公里外的早期预警 以及防空指挥的能力 由于缺乏弹射起飞装置 梅利尖级无法操作此类重型支援飞机 只能依靠直升机 或是F35B自身的传感器网络进行侦查 这意味着 在缺乏外部数据链支持的独立作战环境下 梅利尖级对远程目标的探测半径 确实不及拥有完整航空连队的福特级航母 然而 这种单向指标的局限性 并不等同于整体战术的劣势 因为梅利尖级在多维控制任务中 展现出了超级航母无法具备的功能 超级航母的核心逻辑是火力投送 通过空中打击摧毁敌方目标 而梅利尖级的设计逻辑是力量投送 它不仅能通过F35B提供空中火力掩护 更能通过MV-22轻转悬翼机 将成舰制的地面作战部队投送到内陆纵深 超级航母可以瘫痪海岸防御 但无法实质性地占领或控制区域 而梅利尖级则具备将军事存在 从海面直接延伸至地面的能力 这种海陆一体的行动能力 在撤侨 反恐突袭 以及岛礁争夺战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战术价值 说白了 航母的主要作用不是对岸作战 更多的是对于制海权的争夺 而两栖攻击舰才是对岸攻击的终极武器 此外 梅利尖级采用的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模式 在遭受攻击后的恢复能力上 反而优于传统航母 福特级航母的舰载机运作 高度依赖精密的电磁弹射器和拦阻锁 在实战中 一旦这些机械装置发生故障 或甲板跑道受损 固定已飞机的起降作业将面临停滞 相比之下 梅利尖级搭载的F-35B战机 不依赖复杂的助推设备 即便飞行甲板遭受损伤 只要剩余甲板面积 满足垂直降落的最低要求 战机依然能够完成回收 补给并再次出击 这种对战场损伤的冗余度和适应性 赋予了梅利尖级在对抗高烈度打击时 更强的生存韧性 从战略部署的灵活性来看 梅利尖级填补了常规驱逐舰 与超级航母之间的战力空白 在应对非全面战争级别的地区冲突时 部署一艘载员数千人的核动力航母 不仅成本高昂 且往往会导致武力投射过剩 梅利尖级则携带了一种高效的中坚方案 它携带的F-35B 足以压制中等规模的防空体系 同时其较低的部署成本和灵活的编组模式 使其能够更频繁地执行前沿威慑任务 在分布式杀伤的作战概念下 多艘分散部署的梅利尖级 能够迫使对手分散防御精力 从而为几方主力舰队创造有力的战术窗口 因此 将美利尖级简单定义为航母的替代品是不准确的 它实际上是独立于航母作战逻辑之外的 另一种海上打击平台 它牺牲了极致的远程预警和持续打击深度 但换取了全域到达的战术灵活性 和更强的战场生存适应性 在当今的大国竞争背景下 美国海军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战术困境 区域拒止体系的日益成熟 说白了 就是美军逐渐失去了上个世纪 在战场上来去自如的能力 随着反舰弹道导弹射程的延伸 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的出现 将排水量10万吨载员5000人的核动力航母 部署在东亚 面临着极高的被探测和被打击的风险 在这种高威胁环境下 美利尖级两栖攻击舰提供了一种 破解反介入体系的战术解法 其分布式杀伤理论 其核心逻辑在于分散风险 与其将所有的空中打击力量 集中在一艘超级航母上 不如将其分散部署 在两到三艘美利尖级上 从防御者的角度来看 拦截一个集中的高价值目标 远比同时应对分散在不同海域 且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多个目标 要容易得多 多艘携带F35B的美利尖级 可以从不同方向发起攻击 迫使对手分散侦查资源和火力通道 此外 这种部署方式改变了战损的计算逻辑 在全面冲突中 损失一艘福特级航母 不仅意味着数百亿美元的资产蒸发 更会导致整个舰队的指挥核心瘫痪 以及巨大的政治心理冲击 而美利尖级作为一种相对低成本的平台 其战术灵活性允许指挥官承受更高的风险 即使单舰受损 也不会导致整个战区的空中优势瞬间丧失 这种生存韧性和任务弹性是超级航母无法比拟的 为了适应这种独立作战的需求 美利尖级在后续的Flight E-Piece中 进行了关键的传感器升级 最显著的改变是换装了AN SPY-6空中搜索雷达 这不仅仅是一个硬件的更替 更是战术角色的转变 传统的两栖件雷达主要用于自卫和空中管制 探测距离和精度有限 而SPY-6雷达采用了氮化加技术 具备极高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 这使得美利尖级拥有了接近 宙斯顿驱逐舰级别的态势感知能力 在现代海战的数据链体系中 美利尖级不再仅仅是飞机的运载平台 而是成为了杀伤力严重的关键节点 前出的F35B利用其隐身优势 作为静默的传感器收集敌方左标 通过高速数据链汇传给美利尖级 美利尖级利用其强大的雷达和处理中心 将目标数据分发给后方的巡洋舰或驱逐舰 引导远程导弹发起攻击 美利尖级因此从单纯的兵力投送者 进化为了能够独立执行制海任务的核心指挥节点 感知能力和网络化作战上的进化 结合其分布式部署的特性 使得美利尖级在未来的高烈度冲突中 成为了美军维持前沿存在 和执行穿透性打击的关键武器 尽管Flight 0展现了强大的航空能力 但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快意识到 彻底放弃水面投送能力 是一个战略上的冒进 随着兵力设计2030计划的推进 陆战队的战术核心正在从单纯的空中突击 转向对关键岛屿的控制与封锁 在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概念下 陆战队需要将反舰导弹发射车 以及防空雷达系统 部署到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上 仅靠MV-22鱼鹰轻转悬翼机 无法有效运输这些重型装备 因此从美利尖辑的第三艘 不甘维尔号开始 设计方案发生了回归 也就是所谓的Flight E-Piece 这一Piece重新引入了泛水物舱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 挤占了机库和航空燃油的空间 但它恢复了搭载气垫登陆艇的能力 这使得美利尖辑重新具备了完整的 两栖作战能力 它既能利用F-35B争夺制空权 又能利用气垫船将重型火力送上滩头 这种空海一体的投送能力 才是两栖攻击舰的终极形态 除了作战任务 我们还不能忽视美利尖辑 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独特价值 也就是医疗与人道主义救援 超级航母的设计初衷是极致的进攻效率 其内部空间极其拥挤 难以容纳大规模的医疗设施 而美利尖辑保留了作为两栖舰的大型医疗中心 它拥有设备齐全的手术室 重症监护室 以及大量的病床位 在面对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时 美利尖辑可以迅速转化为 海上的移动医院和救援枢纽 这种在和平时期的外交影响力 以及展现大国软实力的能力 是专注于毁灭打击的超级航母 所难以比拟的 到了这里 火力军觉得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了 美利尖辑两栖攻击舰 并不是超级航母的廉价替代品 也不是预算妥协的产物 它是美国海军为了应对 21世纪复杂的安全环境 而打造的一种多功能战略武器 它在航空能力上 通过搭载第五代战机 实现了对中等威胁目标的压制 在战术灵活性上 它通过两栖投送和分布时部署 弥补了航母舰队的短板 好了 关于美利尖辑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 聊聊你对这艘两栖攻击舰的看法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